长期深刻于中文教育的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呢 举办了第34届的年会以及会长的交接典礼 新任的会长戴启亮 从现任的会长江辽苗手中接下了硬信 在会中呢也颁发了奖学金 同时也表扬优良的教师 乔委会的副委员长任洪应邀出席 场面热闹而温馨 第34届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年会的会前会 由乔委会副委员长任洪主持 以如何协助南加中文学校系统 与主流教育体系合作为题 与各学区教委及中文学校负责人交流 东亚文教基金会会长陈诗美 喜瑞都市华裔副市长李鸾父亲等人 针对乔教与主流合作 与简体字繁体字等议题进行讨论 接着年会登场灌溉云集 驻洛杉矢办事处处长龚中成 洛桥中心主任简许芳 圣马利诺市议员孙国泰 成桥中心主任王鼎源 及各界侨领都应邀参与 在任洪尖交下 协列会长戴启亮 从协列会长江梁淼手中接下印信 也接下海外中文教育传承的重任 我们希望在海外能够把我们中华文化 华阳光能够吸收这些中文老师 扩大我们中文学校联合会的影响力 这次是第一次的SB1116华案通过了 就是说将来从1月1号开始 所有南加州或北加州中文学校 将会是私立学校的系统 晚会还精心安排各种表演 包括老外说相声及舞蹈等 随后颁发奖学金并表扬优良教师 任洪也代表乔委会 颁发感谢状给孙国泰 及中文学校行政主任袁璐 感谢他们协助乔委会 万马奔腾国际人才培训计划 台湾观念是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